已22岁高龄的美香生下小奇迹 却没有母瓶子贵 而是在狭窄的空间中讨生活 美香在如此环境下 坚持把小奇迹抚养长大 网友看见小小空间纷纷表示心疼美香 而饲养员却解释道 野外大熊猫会选择煽动 破空心术这样小空间生产 同样美香也是在狭小空间出生 但美香对小奇迹的母爱是令人感动的 饥饿的美香看着小奇迹睡下 才赶出去找吃的 拿回一小节甘蔗 听见小奇迹的声音后 马上放下甘蔗去照顾孩子 当夜晚来临 美香抱着孩子要睡觉时 一个青蛙进入内室 美香怕青蛙会吓到小奇迹 他就一直保护着小奇迹 美香怕青蛙再次出现惊扰到孩子 美香就整个身体把小奇迹保护起来 不仅如此 在狭小空间里 美香创造条件 教小奇迹爬树 直到小奇迹可以出外场 看见真正的大树时 美香非常有耐心的教小奇迹爬树 时不时还会护着他怕他掉下去 不得不说母爱太伟大了 母爱也是 这个世界上 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慢慢消失 美香吃竹子时会贴心的包好给小奇迹 小奇迹时刻感受着妈妈带给他的爱 但小奇迹也是爱着妈妈的 小奇迹知道妈妈喜欢松树枝 小奇迹爬上树给妈妈摘下一只 美香喜欢的不得了 当美香烦躁时 小奇迹马上伸手安慰妈妈 美香也是被感动到了 立马就给小奇迹一个拥抱 他们的爱真的让人感动 他们虽然不会演表 但行动足以证明了这份爱 美香现在肚子大到吃东西 只能趴下吃 不知道他们一家什么时候 可以像鸭鸭一样 能安全到家 希望美香一家心理会衣 只存有爱 也希望大家闻名 呼呼大家 对此怎么看呢 今天视频结束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